王女士住在嘉兴南湖区 6月27号那天 她上班去了 76岁的父亲在家 接下来你自己付的多少钱 是他们的家里付的 还是你自己付的 他们就我付的 是他们用你手机操作的 还是你自己 我自己操作 手机他操作不了 他只能一箱一箱买吗 可不可以一瓶一瓶买 到时我脑子也好像不对劲了 我也说不说 我那个V3又没那么多 没完以后我自己才回国劲了 王女士的父亲说 那天她糊里糊涂的 花了5000块钱 买了三箱清洁剂 一共90瓶 没开发票 其中有15个粉色包装的产品 品牌叫薄洛静 属于南京云木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剩下的产品品牌是曼杰伦 属于徐州耗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说是当补充业用的 王女士说 事后去查了一下小区监控 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们分批来的 先是一个女的先上门推销 拿了一瓶上来 紧接着又有一个女的送了一箱货上来 然后在我们家待了一个多小时 那么之后又有一个人 他们又送了两箱过来 明显的他们这就是一个团伙作案嘛 就是属于有目的的 知道我们家老爷子 好说话 容易被推销 那所以他们就拼命的 往一个人身上砸 就让我老爷子能买多少买多少 我希望能找到这个人能挽回我们的损失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我也希望能够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进行一个管理 5000块钱买了90瓶清洁剂 相当于一瓶要50多块钱 现场记者分别用清洁剂和自来水擦洗了一下墙面 两者效果如何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王女士说 她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 7月23号 新家街道市场监管所回复 他们无法联系上当时上门推销的工作人员 已经由社区联系王女士的小区物业 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 杜绝再次出现此类推销事件 王女士提供了当时上门推销的人留下了电话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了过去 我们不想要这个清洁剂 我们要退货 因为现在都不在那边了 这个要给公司申请一下 你们是代表哪个公司呢 哪个厂家 就是你买的那个产品那个公司 你们是那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吗 对 两款是一个公司的 它上面写的是两个公司 它一个是分公司 一个是总公司 是一个公司的 哪个是总公司 南京的 是叫南京云木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吗 对 你可以打过去 这边因为我也做不了主 因为现在是早都不在那边做了 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现在我也没办法 当时您是怎么跟老爷子推销的 没给他怎么推销 他就看好让他去买了 是他提出来要买这么多的吗 还是你们提出来的 太多了 10瓶20瓶 3箱5箱 甚至有10箱8箱的都多了 然后你现在说 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一家 你给公司打电话吧 你卖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给发票之类的呢 他没说要开啊 要开的话可以给开啊 既然都能联系他的话 您现在有这种问题 您应该有效地跟他解决 我跟他联系了 他说让我直接找你们厂家这边 他说是你们这里的工作人员 首先给你证实一点 我们没有工作人员 我们没有业务员 我们只有公司工厂的人员 把这些产品退掉的话 不是从我们公司批的 因为订我们公司工账干嘛的 我们怎么知道 给他怎么有什么渠道 王女士也在考虑走法律途径 腰宝黄剑记者嘉兴报道